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拿出去 好 很危險 歧視看路, 幸好是凍夜 熱夜燒死你, 看燒就不行? 對不起, 羅拉 其實我真的不是叫羅拉 羅拉, 進來幫幫忙 看來她習慣了你的名字 老虎, 你走路小心點 KC也是, 你看什麼這麼重要? 坐下來才看不成 今期接龍的信信 接龍信信? 公司每個月都出一期新的 今期信信裡的專欄 秘書的話是阿年的秘書投稿的 好, 看看 真的嗎?為什麼? 爸爸, 你幫我看看 是不是有人罵我? 我怎麼會罵你?她寫得你 好像她的再生父母 她說你很有領導的魅力 做事就高知不足 想成為下屬, 簡直是莫大光榮 讓我看看 一頭迷人的長髮 並且我風情萬種 這些崇拜我的笑話 怎麼可以寫出來的? 應該藏在心裡 太張揚了, 爸爸吧? 偏文的文筆不錯 而且你不要怪她 她一定是由心愛戴你才會這樣做 證明你是一個有領導才能的上司 是一個喜歡東人文貞的上司 連我的下屬都這麼喜歡她 證明她有領袖的風範 有做掌陀人的潛質 在這方面我真是始終爸爸來的 歷史平日你做事好 好, 但管人這方面 你要多跟你的姐姐學習 她打人混淨嗎? 我是說 其實我對下屬也管教得很好 你是好的 又不見你秘書投稿贊你 你要好好反省一下 是的, 爸爸 你這個壞人… 整天在裝作好人的壞人 好帥, 細龍先生 不知道你的腳有沒有事 小心點好 好 一天最壞都是你 我…明明是那個朋友 要投稿贊他老闆而已 現在爸爸就是覺得那個姐姐 比我好, 做老闆比我好 為什麼? 就是因為人家秘書有投稿 你是我的秘書, 你又沒有 對不起, 三虎先生 是我錯了, 對不起… 其實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老闆 但因為我知道你的性格比較低調 而且你是真真正的實力派 所以我就沒特意去投稿贊揚你 細龍先生, 其實想心一層 那位大小姐一向都高調外露 對他好一點, 通街場也有 還要寫稿的投信, 真誇張 你這麼說 我對你不夠好, 是不是? 過了… 過了… Max, 停手 我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 現在最重要是想一個辦法 如何破壞龍力蓮 和他秘書路不可破的關係 我下期一定會投稿贊揚你的, 細龍先生 細龍先生 那怎麼搞破壞才行? 我知道了 下個星期龍力蓮就會和宋水輝去旅行 到時候他的秘書就沒事做了 那又怎麼樣? 你下個星期要出旅行 那你就和你爸爸借用Fanny 他這麼崇拜你姐姐 到時候那幾天他就知味道了 沒錯, 一天最壞都是那種犯婚味 現在Fanny這麼容易落入我的手 我就要讓他知道得罪我的知名 Fanny, 快到九點了, 還太慢了 你小心被人打暈 豪哥, 你有所不知了 大小姐又和宋葬監 再…再度午餐 我也不忘了 好, 那就恭喜你了 慢慢吃 Fanny, 你糟了 我有話要跟你說 什麼事? 小龍先生說要你以這個特別聯盟的身分 去證用你 他說你有那對什麼?那對…千里眼 對不對? 所以他就問大龍先生 想借你一起去出旅行 小龍先生, 我有千里眼 還要我跟他出旅行 不行, 不知道他在死 我要帶給大小姐 不用帶了 大龍先生已經說了 你帶給大小姐, 他也幫不了你 你怪你自己, 寫那篇文章 你這樣賺大小姐賺得出面子 你知不知道你弄得我老闆被大龍先生罵 那小龍先生就要趁這個機會 找你報復 那篇文章我只是倒了六百元稿費 就是為何要忠於此天獻 現在連天都不喜歡我了 阿莊, 你知不知道小龍先生 打算怎樣對付我 以我了解我老闆的性格 他又自私, 又小器, 又陰心 你一定會… 你一定會沒事的 事件沒打來 是呀, 肯定是通知你 要跟我老闆出旅行吧 你吃完這個早餐, 安心上路 記得接電話 Fanny, 你回來了? 是呀, 小龍先生 那我就照你吩咐 我去偷看地雷集團代表的投標價 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正確 如果小龍先生沒有其他吩咐 那我不妨礙你了 我先回自己的伙子 不行 我們公事就談完了 但是… 有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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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你就會知道 我們進房間慢慢聊 不…我…我…我生氣 我留了一部手機在我房間裡 待會兒做的事是不需要手機的 不…我生氣我下機之後 我還沒跟我媽媽保平安的 你放心吧, 很平安的 來吧, 脫衣服吧 什麼?我放假這幾天 爸爸叫你去跟龍力士? 他這麼討厭我, 一定會耍你 他怎麼租賊你 什麼?你不怕跟我說, 我幫你出頭 沒有, 細龍先生其實沒有租賊我 第一天去到那邊 他就叫我進房間 來吧 脫衣服吧 不要讓人等 我已經訂了最好的伙子 來服侍你了 我又不會像姐姐那樣黑暗 凡是幫我龍力士工作的人 我都不會虧待他 錢已經給完了, 享受 之後我在泰國那幾天都好吃好住 反而阿壯就辛苦了 他每天都要跟細龍先生出去見客 應酬 而且細龍先生加親給我的工作 也很輕鬆 請我來, Mr. Long的辦公室 是, 你想結帳嗎? 麻煩你找回阿頓座吧, 加盤卡 真是多事說 給你老闆 加盤卡 小龍先生, 你十文記了 麻煩你, 休息一下吧 給你老闆 加盤卡 小龍先生 加盤卡 給你老闆 加盤卡 加盤卡 小龍先生 貴士 辛苦了 真是享受 最累的都會幫他簽心意卡 Benny 這裡的卡是給這裡的慈善團體的 麻煩你幫我寫好它 還有幫我簽名吧 這麼艱鉅? 多多益善 萬分感激 不作為善罪 總之這幾天 我就會當他像上奔般招呼 盡量不讓他做事 我要他明白 什麼為之好老闆 他以後不會寫什麼文章 去賺那個龍力蓮 因為有你做比較 他就知道什麼叫做好老闆 就是他不是想租賊你 他是想拉攏你和收賣你 是嗎?我警告你 你別想出賣我 否則你會死得很慘 不會的…我真的不會的 爸爸,整件事就是這樣 歷史說得有道理 拉攏,你對在這個位置 起新商場有什麼看法? 爸爸,你想聽我看法之前 我也想給你一份數據看 因為數據最誠實 不會說謊 廢話,數據一早已經在這裡 還有什麼好看呢 如果你沒辦法 就直接說,無謂 浪費大家時間 是嗎? 我在消息人士手中 得到一份新鮮熱辣的數據 爸爸,現在正在找人速遞過來 很快就到了 誰? 李李老闆 謝謝 又抽筷 謝謝 小龍山 這次糟糕了 Fanny在搞什麼 Fanny,我知道你跟了幾天之後 就很欣賞我 很想我就成為你老闆 不過可惜,姐姐才是你老闆 沒事…我必須走火龍 拿回來吧 小姐 爸爸,你看看 我們繼續開會 你這個臭女貓真是一怪雞 我借你出去三天 你就忘記了誰才是你真正的老闆 人家給你,你給了龍力寫 你有錢 我今天一定要得到你頭破血流 你才知道誰是你真正的老闆 老婆,不要再刀了 門都被你刀破了 乾杯 你閉嘗,這次真是什麼戲也出來了 你這杯超激的Fanny 超激的,超激的 超激的他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搞笑 居然當眾就認了我是他老闆 剛才姐姐多激 全世界人都知道Fanny的心向著你 當真是老闆, 話說話 你到底做了什麼 這幾天搞得那個小女孩 會把心向你向著 我又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 不過又想不到這個效果這麼好 我只是把粗糙的事給阿壯做 Fanny就做了一些輕鬆的事 不用用腦、不辛苦的事 其實回想起來 Fanny之所以會變成這樣 只是因為這幾天他不斷重複又重複 好機械式地遞東西給他當時的老闆 就是Max 所以他才會短暫被人洗腦 你怎麼又要被人洗腦? 對… 算了, 他這樣被你刺髮了 他已經醒了, 不會再有下次了 是嗎? 是… 會不會有下次了, 事在人為 是嗎? 大小姐 你吩咐我買給鄧爵士的花和心意卡 已經準備好了 你出個沒問題, 可以送過去了 折花挺漂亮的 什麼意思? 為什麼會簽龍力士的名字 不是簽我龍力連的名字? 現在誰送給鄧爵士的? 你又在想什麼? 你那個腦袋全都在拿到我們學期間 為什麼你會簽龍力士的名字? 是不是又是當了他是你老闆? 我現在問你 對不起, Fanny 頭籠轉鳳了你的卡 我只是被迫而已, 抱歉 馬總的文件你準備好了嗎? 待會開會要用 Fanny 你又這麼大頭蝦? 不行, 竟然把姐姐的文件 又給了我也有 來, 拿著 我知道了 還是你真的這麼想我做你老闆呢? 進來 大小姐 細龍先生叫我還一盒外賣給你 為什麼我一盒外賣會去你們辦公室? 我們去吧 我想是因為Fanny又搞錯了 那就不小心叫了豪仔 送去細龍山吧? 我沒有 不要緊, 很小事而已, 先走了 雞子炒麵? 擺明是龍力士最喜歡的雞子炒麵 我龍力連蟲也不懂這個莫特的東西 你的心理腦袋又去了龍力士那裡 你又當他是你老闆 你幫我點雞子炒麵 我沒有, 大小姐 你沒有? 不…我…我…我…是有叫外賣的 但…我…我…我不會叫雞子 我沒理由叫雞子, 為什麼叫雞子 對我這個叫外賣不是理解? 是不是理解? 有理由, 難道沒理解? 不…大小姐, 我很小心 我這次一定要把你的雲子炒麵 Fanny 你雲子做什麼事? 我知道了, 一定讓大小姐把你的雲子炒麵 豪哥, 我想跟你再確認一次 我剛才來的時候, 我明明叫了海撒沙 和熱齋啡 我還是叫你送到大小姐的房間 不是…你是跟我說 送我雞子炒麵去世龍山那裡 我真的這麼說? 當然了, 我當時覺得奇怪了 怎麼會跟世龍山叫外賣呢? 我免得多事, 就照樣下單 我先幹活 難道是真的嗎? 難道我潛衣室裡 真的把小姐當成老闆是老闆? 我第一次丟臉, 都丟得這麼開心 你說是否好笑, 你說是否好笑 我只是花了幾百元給豪仔 而且叫阿壯幫我做手腳 就像這樣, 這樣就像這樣 不要丟臉了, 弄傷自己的腳 是…不行 就算以後Fanny寫文章 寫得天上有地下無, 都沒人相信我 因為Fanny的行為表現出來 你才是他心目中最好的老闆 沒錯, 現在Fanny的額頭 直接作出, 以防兩隻字 豈有此理 不要呀, 老婆 你們不要妨礙我 冷靜點 我可以出去殺死死女兒 刀爆她的兒子 不要呀, 老婆 有我錯呀 你這樣做有什麼為? 你是發洩了 但是你卻只會把Fanny越推越遠 到時候你的心更討厭你 KC說得非常對 其實我也覺得可以趁這次機會 好好檢討一下 為什麼Fanny只是去Mask那裡生脈 但心就完全跪了那邊 因為龍力士優待他 給他很多好處 我龍力連要檢討什麼 那你其實就可以以其人之道 還以其人之身 你對Fanny好就行了 不 為什麼 這個人的心已經不在我身上 對我不忠心的人 我是不會稀罕的 我龍力連從來都不怕輸 輸了就斬仓止蝕 總之Fanny不可以再留在我身邊 免得他洩漏我的機密 你不是打算抄他嗎? 他喜歡認龍力士做老闆嘛 我就送他一程 不錯, 現在你和我一起做小龍山秘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大小姐已經不相信我了 所以她不妨礙我了 從今天開始, 我就有兩個秘書 你要這麼多秘書來做什麼 況且那個小妹離開了龍力連 就不可以幫我們刺探大房的秘密了 我要朋友在最新一期的接龍順順 秘書的話那裡 寫篇文, 歌頌我的偉大 我要爸爸知道 哪一個才是最好的老闆 我也好 進來 細郎先生, 早安 二太太, 早安 早安, 不妨礙你們做事了 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媽媽 John, 過來 是呀, 細龍山 就是這樣, 這裡有一堆東西 那你幫我做起它之後 就吃飯前給我吧 知道, 細龍山 幫忙… 細龍山, 我是不是要一起做 這堆東西 只會阿壯自己一個人做就行了 你呢, 就另有任務 知道, 細龍山 出去… Fanny 是呀, 就是這樣 我想問問你 你接下來新一期的接龍順順 是否會繼續投稿呢 接下來你做甚麼都不用做了 我給你三天時間 慢慢想, 慢慢寫 萬公出細貨 好, 而且你有了上一篇的經驗 這篇你應該可以寫得更加好 你應該會不會有意見的 你會不會有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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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回公司的資源,讓你管一個公司 待會停收拾 誤會了,爸爸,真的不是這樣 不用再說了,來吧,馬上訂機票 去哪裡? 去夏二斌,好好反省 爸爸… 帆芬妮,你給我進來 什麼事?長先生 我問你什麼事? 談好一點… 為什麼上次那一篇和這次那一篇 完全不同? 為什麼你寫姐姐那篇 寫得這麼好,我這篇就這麼差 其實上次那篇不是我寫的 是大小姐自己寫的 我寫了很久了 你只在上面簽名就行了 大小姐,你想我投稿信順的秘書的話 我可不可以加點自己做秘書的心得? 不可以,一隻字也不要改 但這裡整篇文章都是稱讚你 那會不會有些超現實呢? 我寫的全都是事實 拜託你不要這麼多廢話 這個人士部第一帝 你就有六塊水稿費了 這便宜,還快點去? 你不早點說 總之我寫完東西之後 就被你簽名就算了 我現在被你害死了 我不要再看見你了 你現在馬上走,馬上回到你姐姐那裡 我…我姐姐嗎? 不是你姐姐,是我姐姐 慢著…回來… 我今天有一份驗身報告的 你收了放在哪裡? 那份驗的那個人叫我交給我老闆 我就是Fanny的老闆 所有重要公民他都第一時間交給我 你怎麼拿回來的? 不用這麼激動,我全都看了 為什麼你身體這麼差? 這次去哈爾濱,好好休養,歷史 還有,別搞這麼多小動作 現在到處都有CCTV CCTV拍到你收買豪仔 我以為看到艾頓狀偷偷地 援張心現在 你這樣做是什麼? 你想激死我嗎? 不可以的 由始至終,Fanny只有我一個老闆 Fanny,我感覺你寫的文章不錯 至少先激死歷史 再見 Zither Harp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